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再难走近内心的四大星座 一、天秤座 天秤的人一好相处而著称 所以天秤座的朋友关系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多 但实际上他们很擅长区分哪些是真正的朋友 哪些只是泛泛之交 他们倾向于与大多数人保持一种礼貌和友好的关系 但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圈子 天秤座的人在选择朋友时非常挑剔 他们寻找的是能够理解和尊重他们价值观和需求的人 一旦确定了这样的朋友 他们会非常忠诚和支持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对方 天秤座的性格就像一个天秤一样 左右摇摆寻求平衡保持中立 在人际关系中 天秤座的人追求平衡和和谐 他们会尽力避免冲突和争执 他们的中立性有失可能会被误解为犹豫不决或缺乏立场 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试图维持公正和平衡的一种方式 二 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以其多变和好奇的性格而闻名 他们的社交技巧通常非常出色 能够快速适应不同的社交环境和人群 在人际交往中 双子座的人可能会表现出一种表面上的热情和友好 但这并不总是意味着他们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满足或快乐 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空虚 尤其是在没有足够刺激的环境中 这种情绪的波动可能源于他们对新性感的渴望和对深度情感连接的需求 双子座的人在情感上可能会显得矛盾和捉摸不透 他们的思维跳跃性强 兴趣广泛 这可能导致他们的情绪和兴趣点迅速变化 从而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让人走不进他们的内心 毕竟他们的心签变万化 三 处女座 处女座的人十分归毛 这种特质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感情生活中 他们对伴侣的期望很高 希望对方不仅在外表上 更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都能符合自己的标准 这并不是说处女座的人不现实或不宽容 而是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追求更好状态的本能 在有一方面 处女座同样会设定一定的标准 他们欣赏那些有条理 负责任且真诚待人的人 尽管他们对朋友的要求不如恋人那么严格 但他们仍然希望朋友能够达到一定的品质要求 如果你想要接近处女座的人 确实需要一定的耐心和理解 他们可能需要时间来观察和评估你是否真的符合他们的标准 四 巨蟹座 巨蟹座的人通常比较内向 他们对周围的人和史都非常敏展 这使得他们在建立亲密关系时显得格外小心谨慎 巨蟹的内心深处缺乏安全感 他们害怕受到伤害 因此不会轻易地向别人敞开心扉 在与巨蟹建立有意或爱情需要耐心和真诚 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相互了解 巨蟹才可能慢慢放下防备 开始信任对方 然而 即使在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 如果对方做出了伤害巨蟹的事情 巨蟹会立即感到受伤 并且可能会重新封闭自己的心扉 巨蟹做的人在感情中非常忠诚和投入 但他们也非常敏感和多疑 如果他们感到被背叛或被伤害 他们会非常痛苦 并且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因此 与巨蟹相处时 需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请要避免让他们感到不安或受伤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